因为理论上这个dative在计算那个日期非常的重要 可是会有个问题就是说你插入函数的时候 假设你要找那个日期实验 因为他应该是放在那个日期实验函数里面 可是你会发现居然是找不到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dative函数最早是 那个Esser的算是什么 之前的一个叫Lotus123的软体里面是存在的 他为了要相容那个Lotus123以前在Dose环境下的一个四算表软体 所以他有这个dative但是问题是有那个专利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把它加到里面 可是他可以借由另外一种方法 你应该在这里面没有 但是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怎么样 等于dative这个地方你可能要自己用打的 钱瓜糊后面必须给三个引数 所以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 必须要自己用打的 应该有听过Lotus123吧 有点头的话那表示 因为这个东西至少30年 如果你有学过的话 表示你应该很久以前就开始学电脑 像我是有学过了 我承认我有用过Lotus123 那当然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他是为了相容 为了相容 那接下来就是说他就去给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什么 比较前面的日期 比如说这边有个前面日期 比较前面是这一个 逗点比较后面的日期是这一个 那如果我想知道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逗点第三个请你用一个字串 字串就是双引号开始一个Y 后双引号结束 表示说我请你帮我算一下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打个勾就可以了OK 那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说 他不像说你用一而减一而 一而减一而是直接的 这两个日期年减年的话 那当然他不会去管月跟日到底有没有满 可是像这个地方是刚好他有满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成什么 八月好了 八月1980 八月15到八月12 刚好还没满一年 还有三天就满 再多满一年 所以如果你把十月改成八月 你会发现后面会发生变化 现在26对不对 Enter 25 有没有OK 那另外有个做法 就是说如果你不管年到底有没有满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用刚刚用过的就是什么year year year 这个年2006 有没有 减掉1980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1980 这边把它减掉 所以这边的话减掉 这个日期的话是前面日期 一减之后的话把它打勾 26 那他这个地方不会管说到底有没有满 反正他就是年减年 所以以后你的工作需要 假如说你不要去管年月 到底有没有满的话 你干脆用year 后面year 减前面year 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月 月的话一样 这个我想偷懒一下 把这边复制公式一下 其实只要把这边改成m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相差几个月 他就自动帮我判断 里面当然我刚刚讲的论月 不是论月 大月跟小月 那DATIV都会帮我判断完毕 OK 那基本上正确性还蛮高的 而且在2007跟2010 那个同样是DATIV函数 做出来结果 之前同学刚好上课 因为有 家外媒内讯 刚好每个人用notebook版本都不一样 居然2007是错的 2010是对的 所以其实DATIV好像后面有修正 好像就是计算出来有错 2007的是有一点点bug 在2010以后他有把它修正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当然的话几个月 如果你用mance 你用其他的方法 mance减mance 没办法减出来 除非怎么样 除非你 他好像如果去算月份 大概只能用DATIV OK 算天的话我刚刚讲过 当然我们可以相差天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把这边改成D就可以了 他就是天 应该是改下面这一个 这边的话把它改成D就可以 不过实际上 当然DATIV可以算相差几天 不过我刚刚讲过 最简单的方法 对这个减这个不就好了 就刚刚一样的方法 减出来一模一样 所以DATIV在这里 并没有任何优势 有优势的应该是计算月份的部分 所以月份好像最好用 其次是计算年 再来的话后面还有什么YM YD跟MD 这个什么YM 实际上指的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年部分已经算完了 但是后面我想算说 他剩下来的还有几个月 几个月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YM来做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年已经算完了 那我假设我希望呢 知道说呢 他剩下来的月份 还有几个月 一个月 为什么一个月呢 你可以 实际上年已经算过了 假设我刚刚这个前面 已经算好他的年了 那我前面的年不管了 意思就是八月十五到十月的十二 相差几个月的意思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那而且他还会管天有要满 所以如果说我后面把十月的十二 改十五的话 会怎么样呢 Enter 两个月 OK 而且他会变 他月跟日两边都会有联动 再来的话最后那个MD MD指的就是说 如果我年也算完了 月也算完 剩下还有剩下几天 那其实我可以用MD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相差天 那YD 这个YD跟YM相差就是 算完相差几天 一个是算 相差几个月 YD是相差几天的意思 两个 YD比较少用 五十八天 就是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MD的话呢 是指的什么 如果我年也算完了 月也算完了 请问一下 我十五号到二十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把它改成MD好了 结果应该是多什么 MD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这边看起来 他应该指的是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 因为月已经算完了 所以他等于是说 把这个十五当成八月十五的十五 可是十月十二呢指的是下个月份的 下个月份的十二号 他减出来之后的话呢 当然打个勾你会发现 二十七指的是 这个十二如果说 前面的日期比较大 后面日期比较小的话 那把它当成下个月的十二号 那如果说这个后面 假如说 一样是改十八好了 那这就没有问题了 三天嘛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那只是说呢 后面这些要做什么用 主要呢 我们如果要算精确的日期 其实就可以把怎么 Dedif里面的年的部分 用这个 再来呢 几个月你可以用YM 几天的话呢 你可以用MD 可是问题 我希望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请你显示出来的是 这个人他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的形式的话 这边可能会牵涉到 第一个Dedif 第二个 怎么样把字串串在一起 让他显示出来 就是我们要呈现出来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先练习一下Dedif 那也试试看 把这个格式 看有没有办法 把它套用到这边来显示 画面先还给各位